前段时间,金城和董幽灵又被媒体拍到前手约会 但是这件事情曝光之后,两人都没有做出回应 倒是董幽灵的老板发了一条有关黄鱼的微博 称,朋友都说黄鱼好吃不新 我不这么觉得,感觉事余都行 但再新也要尝一尝,像是在暗示什么 之后不到一周,金城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动态 配字,你满意了吗? 而董幽灵随后回复道,尊重你的选择,祝好 两人一丝分手,结束了短暂的恋情 有网友爆料称,结束这场龙卷风恋爱的是董幽灵 因为他的老板认为,金城喜欢炒作,而且私生活很乱 联系上之前董幽灵老板发布的那条微博 似乎真有棒打鸳鸯的嫌疑 但是从董幽灵给金城的回复来看 提出分手的又好像是金城 但不管这场恋情如何发展,都希望两人日后能够各自幸福